杜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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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 revolution. Ok,我们已经开始了,我们的stream了. Hello,大家好,大家好,午安好, 欢迎来到我们这个 toutes的9月份的直播, Ok就是我们这个第四次的,诶第四次吗, shit 诶第四次吗 försö的直播 是这样子了 OK Mailor的网线好像有一点卡 我们有开始之前 Mailor好像有一点卡 所以我们一起来祝福 一起集气 让我们今天晚上的网线 是给力的 顺顺利利这样子的 OK 欢迎大家 我们的stream 哈喽 所以我现在是OK的吗 你们听到我讲话的吗 OK 现在是OK OK OK 好 是 那今天 非常 其实前几天开始 我们其实就有一大堆人 不断地一直祝WebWeb生日快乐 WebWeb你就好啦 这么多人祝你生日快乐 我要都没有 谢谢大家 OK 我们开始之前 我们在想今晚会有多少个人来呢 如果真的有很多人的话 应该会是我一生人 最多人 帮我庆祝生日的一次 我觉得很荣幸跟开心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直播呢 也是会帮整个过程 除了reg曲之外 我们也会帮webweb庆祝生日的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会有一些刁难webweb的事情 就会 他完全不知道我们会做什么的 那大家等一下就陪我们一起 看我们两个怎么去刁难webweb就好了 其实我们前几天 其实有帮webweb出来庆祝生日了的 那我们这个庆祝的影片呢 明天早上就会出现在我们的 10点 10点嘛对不对 明天大家早上的时候就来看 webweb 怎么样我们在外面帮了庆祝生日 非常高笑的 我们的庆祝生日有很多方法 就是外面又有 然后网上又有人子 整套的全套的 这个庆祝生日 是 是 所以 所以可能很多人也不知道 因为 其实我们三个人的生日 是很接近的 真的 在9月 我生日在10月 Kenneth生日在11月 那我们三个人的 生日的那个天数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下一场的live呢 就会是帮我庆祝生日 这么多人就会被生日快乐 我也希望我的生日到时有人祝我生日快乐了 你放心 你一定会比我多的 OK 会比我更加多的 你是我们的老师呢 你逃离满天下呢 我开玩笑了 OK 然后我的10月是我的生日直播 然后11月就是Kenneth的生日直播 很多生日直播 OK 那今天回到 是回到今天 是阿WaiWai的生日直播嘛 那我们到底会were什么歌曲呢 WaiWai 要不要给大家讲一下 不要 哈哈哈哈 好啦 讲好咯 没有啦 我们今天晚上 一样会were五首歌 照常那个样子的 OK 第一首呢 会是生入人心难团的一首歌 这样子 OK 到底是什么歌呢 其实很快大家就知道了 OK 接下来呢 我们就会were深深的歌啦 然后呢 第三首歌 因为是我的生日嘛 OK 所以 OK啦 大家陪我看一下我女神的一些表演这样子啦 OK 其实也没有得看啊 其实就是听我女神阿佑的歌这样子 OK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会were 迪马西的歌 然后最后呢 就是也是一样会听深深的歌 这个样子啦 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会were的歌手 是 我们现在 我看到有124个人 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越来越多的人进来陪我们呢 这样子 是 谢谢大家的祝福 也在我们的live继续之前 可能大家帮忙也看一下 我们的声音跟我们的画面有没有同步 这样子 这样我们开始react的时候 大家就不会看到那个歌手已经唱了 然后那个声音又还没有出来 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发生的 这样子啦 我还记得讲到外面的生日 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公布我们会做这个周生的周开始 就开始有人祝他生的快乐了 真的 多大 前几天就开始了 不好意思 就一直开始 哇没有停过 这样子好像每一天都是他生日这样子 OK 你就好啦 然后刚才有人问了 Milo的生日到底是几时 Milo的生日其实是10月18号 其实其实有更奇妙的 刚才Milo没有提 就是我的生日跟Milo的生日是相隔21天 然后Milo的生日跟Kenneth的生日也是相隔21天 很恐怖我觉得 这种缘分奇妙到我觉得有点毛骨悚然 所以我们会在一起做这个东西也是注定的 所以刚才我听你讲有人问我生日在几时对吗 我生日在10月18 你们要现在开始祝我生日快乐也 也可以的 不足一个月啊 你就过足一个月的生日 可是你你你那么你那么红哦 通常你的生日过两个月的吗 哈哈哈 所以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 我们的第一首歌了吗 对对对我们马上就进入正题吧 那边写声音没有同步哎 就是不过听得清楚 所以哎 因为如果你们是看Live的话 你们会发现我们的嘴巴跟我们的那个声音 会要怎样都会有一点点不同步 他不可能完全同步了 可是如果隔太远或者差太多的话 可能就要让我们知道一下 OK 不过现在应该也好像没有 那我们可以先继续我们的Live 赶快先react玩吧 要不然我们整整个节目下来可能会超时这样子 OK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开始react我们的第一首歌 那我们第一首歌呢是深入人心男团的一首歌曲 那我记得我们react深入人心的男团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版本的Live be free OK OK Let's go 如果你还没有subscribe我们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我未来还没结婚 这里只有我结婚了 这样子 哈哈哈 我单身狗哎 哈哈哈 好啦 那我们就来开始听这个Live be free 啦 大家 看清彩 穿白雪 听见森林的音乐 忽然发现 陌生世界 天上红蓝色雾 这旅途往前一步 迷雾深处 每一声心跳 每呼吸一秒 去找寻自己的骄傲 看得到花开的美好 银河在燃烧 往前飞穿过云桥 看漫天星光在上摇 多渺小也要去奔跑 to be free I wanna fly 月 这下落寒着一片了 你 哇 风经纹 地 平线 阳光 飘舞 和蝴蝶 每个明天 都是冒险 天上赴 蓝色雾 这条路 没了清楚 几轮几处 一生心跳 为呼吸一秒 去找寻找自己的骄傲 看得到画面的美好 看萤火在南上 往前飞 穿过元宵 看满天星光在闪耀 多渺小的高区奔跑 To be free I love you 我回头眺望 月光下的海浪 去远方流浪啊 远方流浪 每一生心跳 为呼吸一秒 每一生心跳 为呼吸一秒 也都寻找自己的骄傲 看得到画面的美好 看萤火在南上 往前飞 穿过元宵 看满天星光在闪耀 看满天星光在闪耀 To be free I love you free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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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t you be To be free I love you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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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哇 刚才前面我直接跳出去了 你们有发现吗 我完全 我有发现你跳出去 然后你再进回来 是 完全跳出去了 OK 可是不影响不影响 我专注的在看那个表演 Oh my god OK OK 听完 这真的是不一样的感觉 OK 两个人唱跟四个人唱的 你们听了什么什么感想 我觉得两个人唱的比较 有那个那个层次比较分明一点 就是他有慢慢然后到越来越澎湃 反正四个人 因为本来声音就很多 然后一人一聚就没有办法 就下一个就要进入那个大合唱的那个环节 可是我真的是很喜欢 他们四个人这个声音上的配搭 因为四个人声音都很不一样 唱出来基本上我都认得到哪一个是哪一个 我我真的是很喜欢郑云龙的声音 我觉得很干净之余 他的低又可以低 他的高又可以高 然后那个菊鸿川也是也是一如既往的 我觉得像之前我们也 我们很喜欢那个很撒哑的那个声音 我觉得很很很很很很 痴性 很好听 这个版本也是很好听 我觉得两个人唱比较有那个意境 而且他編曲上也比较不一样 他今天这个四个人唱的编曲 明显他更加的澎湃跟grand 跟很musical的那个感觉 然后两个人唱的时候是 那首歌的那个衣镜是比较沉浸式的 今天这个是很boom开放出来 四个大男人的声音一起在互相穿梭 的那个冲击感太大了 后面大家一起 比较的时候的那个太兴奋 太满足了那个感觉 是你可能一些西方有一些男团 也是这样子三个男高音 四个男高音 他们会这样唱 可能在我们这一边东方 比较少 所以我是很开心 有深入人心男团 这个团体 他们来演艺歌曲 可以有这样子的形式出现 很好听 而且看也看得非常爽 然后我很喜欢巨红串的声音 他真的很干净 很立体 也是很立体的感觉 他不像其他 不像云打 不像俊龙他们 他们的声音很musical 很dramatic 他的声音很立体 很包围着的那个感觉 不会太over 然后刚刚好 我很喜欢这样子 我个人也是跟你们感觉差不多一样的 两个人的版本 好像两只鹿 在草原上奔跑 那现在四只鹿 而且是很大只的鹿 在草原上奔腾的感觉 然后我觉得真的是四个人的声音 都很不一样的质感 我觉得都很好听 然后我个人本身 还是比较喜欢阿云嘎的声音 我觉得 可能是再加上他的表演吧 因为他的整个舞台上的那个 投射出来的那个跟音乐的那个 哎呀来呀的那个感觉 我觉得很契合那个整个的氛围 然后蔡成玉的金色男高音 也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亮点 然后我觉得四把声音放在一起 真的是 真的是 那个中心感真的很大 你可以同时听到四个人的声音 然后那个一个组合 什么Udevo啊 是吗 好像是 Udevo 而且我也买他们的CD跟DVD 他们给我的感觉很像他们四个这样子 哇 四把不同的声音 然后唱出来 每一首歌都会带给我们 很大的那个震撼的感觉 这样子 我觉得也很好听到这个版本 是不一样的感觉 这样子 好 我们reality首歌之后呢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问Udevo 问题了 就是因为今天Udevo生日嘛 我们讲要刁难他嘛 对不对 所以每react了一首歌 我们就会问Udevo 一个很刁难性的问题 他一定要回答的 ok 那我们现在开始问Udevo 第一个问题 来可能 我也不觉得是不是很刁难 应该很容易啊 这个问题 ok 第一个问题是有给你无限的钱啊 你要买什么都可以 但是你只可以买一样东西 你会买什么 只可以买一样东西 是只可以买一样 可是无限的买什么都可以 只可以买一样 嗯 那个东西要是实体的 就东西哦 可以买到可以买到东西啊 要用钱可以买得到的东西 呃 时间吧 很官方哦 可是 可是因为你一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第一时间没有想到物质的东西 我觉得 因为你只可以买一样东西哦 买物质东西是没有用的哦 这样买时间哦 这样我时间多我就可以花那个时间 我花时间呢 是爽过花钱的 哦 是了时间 所以你要一直花你的时间 然后看着我们两个渐渐老去 你还再年轻对吗 我买买你们的时间 我买买你们的时间 OK 买大家的时间 那我的问题是 来了 你的 你有两任刻骨铭心的女朋友吗 对不对 两段爱情 OK 没有有两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哦 对 很刻骨铭心哦 OK 都分手了 OK 第一任女朋友 跟第二任女朋友 哪一段感情 比较恨 比较伤你的心 第二段吧 第二段啦 OK 第二段哦 要解释吗 还是不用解释就算 不用啦 不用啦 哈哈哈哈哈哈 不用啦 第二段比较痛啦 第二段比较痛 OK 所以 未未一直痛到现在 他还是 没有没有没有 一直痛 你做痛了 有痛 哈哈哈 第二段离现在 好像已经有三四年 很久了 不痛了的 OK OK 好 好 那我们 这样容易吧 很容易的 很容易的 OK 我们接下来还有问题的哦 OK 不过我们现在 先来看第二首歌曲 那第二首歌就是 深深的歌啦 生命们你们在吗 大家很多人都猜到了 其实我们会 惹深深的这一首歌 就是 若思念 变思念 因为太多人 安利我们了 然后一直教我们 为什么周深的周 你们不要 不要反映这首歌 为什么不一样 为什么中秋节 不反映中秋节的歌 就反映一些旧歌 OK 为什么你们都不要这样做 你们要增加你们的粉丝 增加你们的流量 做这些新歌 谢谢大家对我们的好 OK 相信 守我们的人 相信守我们的人呢 OK 他卡了 而且马来西亚的疫情 我们不能 将你们讲了 喂 你们讲 因为我们三个人 不是常常能够见面的 所以其实我们 这个录制reaction的方法 就是怎样呢 我们每个星期 就会见面一次 然后我们就会录 一大堆这样子 不是一大堆啦 就是一个星期 就几个了 所以你们听到的 其实已经是可能 好几个星期前 我们已经re完了 已经做完了的 除非我们有特别声明说 我们是插队的 那首歌就可能比较新 可能就是前几天才做的 所以我们其实有点难说 哦 他中秋节出新歌 然后明天我们就出来一个新的 OK 我们比较难做到这件事情 但是如果讲可能他刚刚开始出来 多几天又要跟刚好 我们有又有录影的话 可能那个歌就容易被安排到插队 这样子啦 OK 嗯 我回来了吗 回来了 你早就回来了 哈哈哈 其实我一直看我好像也没有卡 我看那个画面 OK 好 那我们话不多说 就来马上听这一首 若思念变思念 啊 啥 Kenneth 需要时间准备对吗 听说这是一首跟客家有关的 客家人有关的歌 诶 Kenneth 是客家人哦 对希望我听得懂啊 OK 他敢饮你 他敢饮 Kenneth 他敢饮 敢饮 我每次听客家歌我都会笑的 我觉得太好笑了 我只 哈哈哈 忍不住 那个语言一出来 我就觉得很好笑 这样子 OK OK 那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来听这首 若思念变思念 变思念 走诚 羽毛 歌 我 最连累我 简部发的时间 故事里有牵绑 宇宙夜间 远人在 蹈下 闪啊 想起那十方言 誰又在誰心間 在被編織等一隻客家船 龍門山聽到燕歸難 孤樓遠被網友炊煙 我在你心間 是你我只意相守的諾言 雲開 我知道你在眷戀 眷戀再不會走遠 即使相隔千里也並不遙遠 風起你知道我在期盼 期盼你回到身邊 人若思念變思念 終會相見 空的同志 聖音樂 hall 麥婆 北京 北京 鄧 指鄧 詞曲 李宗盛 直到你再眷戀 眷戀再度回走远 即使相隔千里也并不遥远 忘记你知道我在期盼 期盼你回到身边 人若思念变思念终会相见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时光里久没有是彼此惆怅 月光白铃水面点亮 点亮着爱的方向 人若思念变思念终会相见 人若思念变思念终会相见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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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微微的感动在里面 其实我蛮 蛮澎湃一下 看到 蛮 蛮澎湃的 因为我先讲啦 OK 首先一开始我先讲歌 然后我再讲我的感受 其实你没有唱客家话 除了第一句吧 念客家的 念客家的 那个月光 可是好像有点不同啊 他的可能客家有不同的音吧 有不同的曲 他是讲月光出来了 出来咯 是不是越亮出来了 就念了一句 虽然我不是客家人 可是我会讲一些客家话 然后我觉得整个MV很美啦 整个意境 然后把客家人的一些 习惯 习惯传统文化 他们的习俗的东西 都放在这一个MV里面 然后我很大的感触是 突然让我想起我自己的习惯 然后我声声 你可以唱一首高舟的吗 唱一首高舟 因为那个歌词最后一句 人若思念变思念 总会相见 他当他一唱到这个 我就想起我自己的爷爷了 我又想吃 然后我们之前做的 我做个舞台剧 乌香 其实 因为我爷爷是来自广州 我们都是来自广州吧 我们的祖先 OK 我是姓仪的 我爷爷是姓仪那边 然后因为我爷爷是相隔千里 跟家人从此不相见 所以当我在看 这一个这样子的东西的时候 我自己一边听 我就一直想到 爷爷告诉我 他自己的一些 在中国的时候 他住的那个地方 跟的一些故事 然后就满感触得到自己听了 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华人 马来西亚的华人 其实在这里也不简单 那我们怎么样 一步一步去传承 我们自己的习俗 我们自己的籍贯 我们的唐号 我们的文化 怎么样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让这个文化 可以继续传承下去 所以我觉得 心里蛮多的感触的 我的感觉是这样 我是 你先讲了 我是 我是没有 麦洛那么刻骨铭心的经历 只是当我在听着深深的声音 配合这个画面的时候 我听着听着 就有一种莫名的感动 那个感动不是讲 我不像麦洛那么澎湃激情的感动 而是看着那个画面 然后又听深深的声音 唱到后面的时候 莫名会感动流泪 那个流泪不是伤心的流泪 而是有一种温暖 对对有一种温暖 温馨的感觉 就不会很激动那种 感觉很饱满 很暖和的感觉 这样子 所以中秋节听这个 跟家人一起听 真的是会很温暖的感觉 这样子 OK 蛮喜欢的 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人听 都会哭 这个感觉 如果我自己又是跟家人分开 我觉得我也是会100%会哭 因为他唱 我觉得前面在唱的时候 我就还好的 就一直 然后后面他越唱 越直的时候 然后我那个冲击力 我其实是很大一下 尤其是最后那几句 我突然间 哇 为什么我突然间 会有一个这样子的感觉 就很感性这样子 然后其实我是同样想到 Mailon 你跟他讲了 你倒人家不息 然后我又想到 其实我是从来没有 我不知道我的 就是祖先的故事是什么 OK 没有人跟我们讲 反正我外婆从小 又已经是在马来西亚了 这样子 所以我不大清楚说 以前到底是怎么样 但是我爸爸是海南人 然后我 我妈妈这边是客家人 我也是很有兴趣想要回去 看一下这些地方 这样子 因为里面有收到很多 所谓客家村啊 那个客家的建筑 土屋 对对 那个土屋 那个半圆形的那个 所以 其实我是从来没有去过 我从来没有看过的 OK 我这个客家人 我只是会讲一些客家话罢了 就这样 你要说哈嘎哇 你要说哈嘎哇 所以可是我是不了解客家的文化到底是什么的 我只是知道语言 我知道可能一些食物 可是对于文化 可能建筑啊 一些习惯啊 习俗啊 我是觉得很没有办法去touch到的 虽然说我是一个从小就在马来西亚长大的一个华人 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也很值得我们去追溯 让我们去了解的 让我们去知道的 是多一个文化的背景这样子 所以这首歌是听到后面 我真的是很很很感动的 诶 跟Joyce 吃雨 她讲她是海南文昌 对对对 我爸爸也是海南文昌的 你们可以相认一下 对对 然后我妈妈那边是惠州的客家 这样子 我我懂啦 这些我懂啦 只是说 诶 就以前的故事没有人知道 希望孙孙每一个籍贯的 每一个不同的 高洲 潮州什么都唱 都可以唱一下是不是 唱一首 给我们听 好 好我们第二首生生的这一首 若思念变思念就听完了 那现在我们又来拷问webweb的时间了 很累哦 这个这个直播 嘿 好 我的这个第二个问题是这样的 你觉得啦 现在啊 最能够让你努力起来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没有 没有 你这个是这个是间接说我现在很不努力是不是 没有啦 你就选一个你觉得你可以最努力的一件事情啊 你觉得是什么这样 努力的让我努力 什么事情可以让我努力是吗 呃就现阶段你觉得什么事情让你 你可以 嗯 我可以这么个很努力去做那件事情的 其实讲真的我真的是拍我 这这疫情这两年来哦真的我我没有思考很多这东西啦 我以我的性格是比较是在于呃 见一步走一步的感觉 OK 跟我熟的人啊 跟我熟的人都知道我我是不是很喜欢做太多未来计划或者策划 那个未来不是讲我没有啦 而是说那种不像一般人会做很长远十年啊二十年啊我最多也是今年明年的感觉这样子 所以你问我什么努力我觉得我还是活在当下的感觉呃有什么来我就会做好那件事情的的感觉咯 哦可能听起来很没有志气这样子啊OK 可是我觉得我觉得是我的我的性格这样子啊然后我看到有人讲找女朋友嘛 为他担努力 为他担努力嘛是不是 因为疫情当下是很难找女朋友的怎样都不能见面 OK 所以呃我不懂哦 看咯如果有女朋友可能会不一样吧我觉得 我是相信恋爱了够人是会变的 因为我变过两次 哈哈哈 然后如果有第三次我也觉得我会变这样子啦 哇这个难答真的 好 这样我的应该比较容易的OK 现在要怎么样才能让你恢复到68公斤那健康又帅气的体态呢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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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啊 大家都知道看过你哦之前哇卫卫好帅啊 瘦啊这样啊然后渐渐的越来越多人留言卫卫是胖了吗 最近卫卫是胖了吗卫卫是时候减肥咯 哈哈哈哈哈哈我我我我还没有回到去我的胖的高峰期 我现在on the way 啊路途中啊呃 我我我我我我我因为经过了这个疫情哦 我也没有去想太多对于健身的这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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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东西了 因为在家真的太太太太煎熬了 然后还要还要顾买还要爱美还要爱这个哦 我觉得有一点乏味啦 生活这样子 所以我其实放荡了 整个疫情的期间 我是很放荡的 我觉得如果 我可以回去健身房了过后 其实我很容易启动一下 那个东西 因为我其实之前 就是一下子就启动到了 然后一年之内 就可以收整10公斤这样子 所以是咯 等我回到健身房的时候 大家就会看到我 又收回这样子 还有是放重 不是放荡 我讲放荡吗 你讲放荡 对不起 没有想到你疫情 当下还是可以很放荡 对不起 不是放荡 是放荡 Oh my god 残缘 好 那我们关完了 我们现在来马上 我们的第三首歌 OK好 第三首呢 其实因为我们在 讲说这个直播的时候 他们就说 Rate一首我自己决定一首歌 这样子 然后其实我真的很不知道 一直到 Kenneth跟Milo帮我庆祝生日的那一天 他们送了我一个很特别的礼物 刚才我在Chat也是有问 有看到人家问 今年十日收到什么特别的礼物吗 今天生日目前为止 我只收到一个礼物 就是Kenneth跟Milo送我的礼物 OK 然后 然后大家想知道那个过程 就年早上十点一天要看我们的影片 这样子 OK 就是他们送了我 我的女生的一个专辑 OK 然后我就决定说 OK 我们今天晚上就听里面其中一首歌 因为他们送我这个专辑 他们里面是完全不懂里面有什么歌 看不懂什么韩文的 那个名字 他们也不知道这样子 OK 所以我就选了里面其中一首来Re 这样子 OK 那我就选了一首 是I You跟另外一个韩国的一个男歌手合唱的 OK 就是那个男歌手叫O Youk O Youk OK 他们唱的歌叫做 Can't Love You Anymore OK 我当时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很帅 有一点大小性感的歌 我不懂它是关于什么的 然后我看了歌词过 我觉得那个歌词很有趣 所以我们今天就找了一个 他们对唱的歌词 就中文翻译的歌词这样子 其实还蛮容易看得懂的 容易过之前的啦 之前的一些看了翻译 大家就看不懂的嘛 是不是 OK 好 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一个 Are You跟O Youk的 Can't Love You Anymore OK Let's go Can't Love You Anymore Yes 不能再爱你了 哎呦 哎呦 其实它是一个分手歌 哈哈哈 OK好 来听咯 OK Cut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그래 난 널 미워하나 봐 사랑이 잘 안 돼 떠올려봐도 피부를 후비고 안아봐도 입술을 맞춰도 전 생각대로 되지 않아 느낀 것 같아 되돌려보려고 서로 모른 척해도 이제와 우리가 어떻게 다시 사랑 같은 걸 하겠어 다섯 번째 미안하단 말이 이제 너에게 지겨운 건지 마지막일 거란 예감이 들어 You know what to do 이건 내가 오늘 하루 종일 그린 저녁은 분명 아냐 널 보면 자꾸 네 안의 내가 보여서 이제 내가 싫어 사랑이 잘 안 돼 떠올려봐도 피부를 후비고 안아봐도 입술을 맞춰도 입술을 맞춰도 참 생각대로 되지 않아 웃긴 것 같아 웃긴 것 같아 뒤돌려보려고 뒤돌려보려고 계속 모른 척해도 이제와 우리가 어떡해 다시 사랑 같은 걸 알겠어 어디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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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집이야 택시야 집에 거의 다 와가니 미안해 못돈게 그냥 다 들어가 내 지갑 거기 두고 왔어 잊잖아 아니요 말해봐 이제도 사랑하지 않는 것 같아 사랑이 잘 안 돼 떠올려봐도 피부를 후비고 안아봐도 입술을 맞춰도 도착 생각대로 되지 않아 도착 기억 같아 되돌려보려고 소름 모른 척해도 이제와 우리가 어떻게 다시 사랑 같은 걸 알겠어 예 예 好听 좋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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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네 이 규제 소음 중에서 작곡 나의 규제 Jazz的感觉在里面 所以他这种这样闷闷的 然后有一点beat的感觉 是我很喜欢的 然后IU跟那个舞鹤是吗 那个男生 我觉得两把声音都很好听 在这首歌的呈现上 有一点沙沙的 有气流气流沙沙的这种质感 然后那个男生 是我第一次听他的歌 我不认识他 我觉得唱功非常好 唱这首歌唱得非常到位 然后两个人对话式的 讲出不爱对方的感觉 在配合这个曲风 我觉得很好听 会是那种深夜 然后你拿着酒 然后在那边 这样子来听歌的那种感觉的一首歌 是我蛮喜欢这首歌的 是我的感觉跟Milo的很像 就是这种歌闷闷 可是你会一直很陶醉在里面 然后我也是很喜欢IU 就在这首歌里面声音上的呈现 然后那个男的声音也是很好听 刚才comment有人写 方大同也是有一个版本 对对对 方大同唱唱 所以我也觉得 方大同声音也很适合这首歌 OK 那声音质感应该也是会很好听 然后两个人在唱的时候 有一种在讲话的这个感觉 其实是很难做到的 如果有试过唱这样子歌的人 就会知道 你想要这样做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一直不够气 然后你唱不到 你不懂该唱的时候不要唱好 那一点点一点点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他们配搭到很好 这样子整个整个作品很好听 嗯嗯嗯 IU在香港演唱会的时候呢 是有邀请方大同 呃 家当作嘉宾跟他合唱过这首歌 这样子的 方大同是有 有唱韩文 所以其实还蛮不错的 只是我觉得那个收音就 就还好啦 所以听起来没有官方 我觉得这一个这首歌 其实IU跟 吴赫也是有唱过几个live的 可是我觉得那个收音哦 真的是没有办法跟studio的 比到那么的好听 因为这样子的感觉 因为是这首 因为是这首歌的 这歌的呃 本身的那个东西 所以呃 最后我还是听回 这一个studio这样子了 而且很谢谢这一位呃 做这一个 翻译影片的这位朋友这样子啦 ok啊翻译到很好 左右左右这样子 然后又变得很好看这样子咯 ok好呃 谢谢大家陪我两百四十多位 陪我听我的女生的歌这样子 ok啊 平时view没有那么多 ok今天晚上就谢谢大家啦 谢谢大家的祝福啊 大家还在祝福着我生日快乐 thank you 啊 from Malaysia Bineng hello ok 谢谢大家 谢谢 Mileschillout 还有问你用英文来讲 你的生日的愿望是什么 right Mileschillout You just ask What is Whats birthday wishes So maybe Weber can can reply can answer in English Germany的 I didn't see that My birthday wish I mean During this time of this time of situation like this I think Everyone's wishes is the same for for the pandemic to go away assoon as possible so that we can go on With our ordinary lives And our usual lives And enjoy Our years of living Because Just like this Two years Is gone We can't do anything Within these two years It's like stuck at home Facing the computer I mean Surfing the internet Living online For two years It really Doesn't make sense So I just hope That the pandemic Can end soon And everyone Can live Healthily Happily Okay I think Health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Okay Yeah Just stay healthy That's my wish 好 那现在 我们就来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了 Okay 终于来到最后的 第三道问题是 Kenneth 其实我们刚才在comment里面也一直看到这两个字了 我现在就要问你了 你觉得你能不能够接受相亲 不啊 相亲哦 就是你妈妈帮你安排好一个 然后对方又安排好一个 好你们就出来见面 然后你们就吃一餐饭这样子 其实我没有试过 我真的有点不懂 可能我 我觉得 其实我有点好奇的 可是我觉得第一次的话 我会想尝试 因为没有试过嘛 这样我觉得如果我试了 我才会懂我喜不喜欢跟 不是喜不喜欢 是我能不能够接受这个东西啦 因为认识我的人其实也懂哦 我不是一个很喜欢社交的人 就跟不认识不熟的人社交 我是很喜欢跟很熟的人社交 不熟的人不喜欢社交 所以相亲是不认识的吗 完全我觉得可以try看的 反正是可以接受咯 所以在我们网上的 谁是会帮忙 可以安排这个工作的 来留言给我们知道 帮忙安排给Award 我们可以帮他安排的 去相亲这样子 我的问题是 那你今年已经来到29岁了啦 对吗 那对于你自己的人生 在30岁之前 这个问题 我觉得你前面好像已经答了 可是还是希望你能讲出某些东西 30岁之前 你最想达成的事是什么 因为你讲你这一两年的事嘛 这样你最想达成的事是什么 现在你还有一年的时间 Financial freedom 大家懂Financial freedom是什么吗 对不对 经济自由 经济自由 经济独立 经济独立 经济自由 对啊就不会有经济上的问题吧 我觉得因为其实讲真的 我们我的 我的generation的 我的同代的同学 其实很多应该也都上岸了吧 到了这个年龄 也不很多啦 就应该有些人是会上岸了的 对我来讲应该还不算是啊 所以我觉得还蛮想达成就是经济 经济自由经济独立的这个状况这样子咯 要努力咯你要加油咯 加油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 我们第四首歌曲了 那第四首最近因为 我发现蛮多他的粉丝哦 开始注意到我们了 是 因为我们其实一路来都有做迪马西的视频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哦 最近可能真的是因为我们 呃 re了那一个 呃 他新出的那个表演 Stranger之后呢 呃 就就多了很多我们不认识跟新的 呃 观众这样子哦 然后呃 就一直要求我们 继续看他那一段时间出的新歌 然后其实我们昨天也已经看了 那个阿弗·马比亚 然后呃 我们其实也安排了 Fly Away 然后今天呢 我们直播上就要看这一个呃 Give Me Your Love 这段表演这样子啦 OK 然后呃 据手不据手啦 就应该也是在同一个节目 跟那段时间同时出的那个表演 我看我看我看到Lily Chung 留言了 嗨Lily Chung 嗨Lily Chung 久等了Lily 哈哈哈 OK哦是哦 我觉得可以提一提哦 是呃 如果大家是生生也好 迪马西的粉丝 第二也好 还是谁的粉丝 有注意我们频道的哦 大家可以join我们的discord啦 OK 我们discord 呃里面越来越多人每天在那边 讨论他们西亚的歌手 聊天 跟我们聊天 啊 跟跟把他们那个喜爱的 喜欢的歌手抬到很高 OK 爱死他们的感觉 OK 那如果你进到我们的discord 发现到没有那一个聊天室哦 你可以pm 我们跟我们说 你要什么歌手的聊天室 我们是可以开给你 在里面交流这样子的 OK 好啊 然后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这一个 Give Me Your Love 的表演 Kach 是然后刚才 因为其实一直有人讲说 哎今天是生日吗 为什么要在听这种伤心的歌 那我们现在就要听这个 没有这么伤心的歌 Give Me Your Love 节奏是很快的 OK 所以为什么 我就为什么我讲节奏很快呢 大家就拭目以待一下 OK好来 Dimaxi Give Me Your Love Let's Go 是这个Michael Jackson 是这个Michael Jackson之间 哇哦哇哦 跳舞 跳舞 呜呜 The way you're dancing baby Dancing baby Never feel like this before You really blow my mind Yeah baby Oh Give Me Your Love Tonight Give Me Your Love I'm out of my mind Out of my mind I know you feel the same Give Me Your Love To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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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Time to feel For all I ask you For all I ask you Give Me Your Love Wow Wow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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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waiting for Give me your love tonight Give me your love I'm out of my mind Out of my mind I know you can feel that day Give me your love to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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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To feel the content To feel me All I ask you for Give me your love Oh, I can hardly hear My heart is young It's hard to be healed Feelings we may never know Whatever it will take I'm wondering Until until you will give me Give, give, give me your love Give me your love tonight Give me your love Give me your love I'm out of my mind I don't got my mind NHone on your feel the same Give me your love to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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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All I ask you for Give me Give me your love tonight Give me your love I'm out of my mind Out of my mind I know you can feel the same Give me your life Tonight Tonight Tonight, baby, dance the music and dance the feel Here's all I ask you for, give me your love I'm not going to kiss Oh, I'm not going to kiss It's so cool Okay, we've seen the song of Demasi's dance I remember before I mentioned that I wanted to see Demasi's dance 上跳哦! 原来我们这么快就看到这样子了 就看到了 怎么样 我觉得他真的应该就是 因为他上次那个什么 No 不是 Be With Me 他是向Michael Jackson 致敬的嘛 在这首歌曲里面 我觉得有蛮多Michael Jackson 的一些 影子在里面 一个tribute的感觉 李里也也是说 他迪马西作曲致敬MJ的 哦 难怪 因为整个包括他的舞蹈 还有他那些 呼呼 然后 是 还有他一些 手势啊 一些动作啊 肢体啊 唱腔啊 我觉得都有像Michael Jackson 致敬的一种感觉在里面 然后 第一次也听到他这样静歌热舞啦 我觉得 在看他在跳舞的时候 有让我想到 另外一个人就是周深 我觉得因为我们之前有看 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那种 本来都不是唱跳歌手 可是 就 一直不断的在突破他们自己的一个范畴 然后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然后去突破自己能做的一些事情 那 迪马西今天这个演出 好像他半首歌 我就看到满身大汗了 然后 我 而且他的唱法很 很 运用了很多 我们之前 没有听过的一种 猴鹰 就是 猴鹰很多 对 真身的猴鹰来喊的 我觉得这个是 我们没有看过 所以他更靠近一首流行歌曲的一个感觉 可是他 不失他自己的一些 独特的一些声音的唱法 啊 在里面啦 我觉得很很然哦 很然哦 这个 这整首歌 嗯 是 其实我们都很喜欢看到一个歌手 就是做他原本 就可能没有常在做的事情 然后 我觉得唱跳是一个 一般歌手 第一个想要尝试的东西 就是如果你平时都不唱跳的话 你第一个想要做就是唱跳咯 这样子那种感觉 然后 当他们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发现哇 他们真的是会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这样子 我觉得他这个他不是他第一次啦 因为这首歌是旧歌的嘛 只是说 他在2021年再重新在做这个表演 我觉得整个人是很有信心的 他他他整个跳出来的东西 不是不是真的是练了几天 出来的 有点像周深 我们也有讲刚开始很声色 然后后来就越来越有信心 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也是做的很好 然后我觉得 那个他用那个喉音来唱 我真是很喜欢他那把声 因为他声音原本就很好听 只是因为平时还有很多的技巧在 所以我们很难真的是听到 他原原本本的那把声音 到底是怎么样子 这首歌里面我觉得就有呈现 蛮多一个这样子的状态 尤其是他后面的喊那个 哇我觉得很很high 整个画面应该会很很燃 这样子 OK Shamimah Dimash We just finished reacting to Dimash Give me your love So you just missed us by a few minutes I think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international viewers here for Dimash So I think usually I would say My opinion Are almost the same as Milo and Kenneth So I think I'll try to summarize What they commented about What about the song for International viewers Now Okay Usually I'm the one that translated So Basically what they were saying What we all think That we really like to see singers Trying new things Breaking their boundaries All right Trying to improve themselves Usually The videos that we see Dimash Perform in Is like A lot of vocals All right Very epic performances So this is I think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e see him performing live Singing and dancing at the same time And we really really love How he Incorporated a lot of Michael Jackson elements in it It's really really fun to watch And I agree with Liman This is the song that we should be hearing During a birthday party Yeah Don't be like that Come on guys We are reacting to the songs That you guys suggested Okay So yeah Basically we really really love This performance from Dimash We were impressed Like He used some vocal techniques That we've never heard before Like using the His throat To do a lot of Belting high notes It really sounded really good And we really like it Okay Thanks for being here with us International viewers Hope that you could understand My sloppy translation I'm trying my best Okay Okay аль I'm going to speak What's the sound of moi I have a voice Okay Oh Okay I have a voice Belting high notes It's like that Okay I do it Well I feel like it's like it's like that I think it's like that I felt like it's like it's like that I feel like it's like that I feel like it's like that I feel like it's like it's like that I'll make it a lot of tea Yeah mia ikka It's like preset Dimash's live The new song was in the next one The new song 那在深深的歌曲 react之前呢 我们这边刚才我看到有人写 Josephine 他写Weggwegg 他要现唱一首 现唱一曲 那现在来到这个环节 就是我们要整Weggwegg的一个环节了 很简单的Weggwegg Kendall你有准备吗? 我有准备啊 那你准备好了吗? 你讲你那个东西 那东西是只有你准备吧 我准备是我另外一个东西 现在我们要Wegg做什么呢? 那生日怎么可能没有生日蛋糕呢? 对不对? 生日 没有生日蛋糕的生日 哪里像生日 所以我准备了一片生日蛋糕 Weggwegg的生日 我准备了一片我最喜欢吃的生日蛋糕 然后我们在这里要Weggwegg 你自己唱一首生日歌 Happy Birthday to me 祝我生日快乐 然后给你自己 然后许个愿 这样子啦 OK 然后米洛就会吹掉那个蜡烛 跟吃的那个蛋糕 这样子 不要讲出来 OK 所以就是我唱生日歌 给我自己吧 好啦 是是 然后你要许个愿 现在我们有271个同人 现在大家一起陪你 听你唱生日歌给自己 来吧 好 登登登登登 OK Happy Birthday to me Happy Birthday to me Happy Birthday to me Happy Birthday to Wet Wet Happy Birthday to me Thank you 太好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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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270多个人陪我过生日 你要不要许个愿 对对对对 假假吹一架蜡烛的 是 我希望 我希望疫情可以赶快结束 然后身边的人都可以 回复正常的生活之余呢 所有看三千个频道的观众们呢 也可以天天开心 保持开心的心情 看我们的影片呢 可以给你们力量 然后同时你们的支持跟回复 又给我们力量 然后希望大家在各自的 各自的工作上面打拼的 顺利跟开心 然后尽快可以找到幸福跟自由 谢谢大家 谢谢 来 吹一下蜡烛 哎呦 吹掉了 OK 蜡烛就吹了 当然是要吃一下蛋糕的 对不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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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吃哦 这个蛋糕 好吃 谢谢 OK 我们玩完了阿威之后 玩了他一轮之后 其实我们两个就准备了一个 嗯 东西要送给阿威的 蛤 不是还有咩 有啊 还有啊 是我们有 我们有表演要送给你 这应该也是我们三个人哦 第一次live做表演吧 而且是个别做 刚刚阿威就唱歌了嘛 对不对 哦哦哦 是现在到Kendorf 我的不是live的 我的不是live的 我的不能live 有点太难了 OK 所以我就来讲解一下我在做什么 因为其实 如果我不懂你们认不就是 知不知道阿威之前 就是我们在comment的时候 他都一直常强调就是 他其实是很不能够接受 别人唱他自己偶像的歌 因为他觉得谁 谁唱都很难听的 OK对吗 是这样的嘛对不对 所以我今天呢要送他的这份大礼 就是我唱他偶像的歌 这样子OK 而且可是我唱陈玉讯哦 很普通嘛 陈玉讯容易啦 我唱I U的歌 Oh my god 是Oh my god 然后我就录了一小段 I U的歌这样子 连我老婆都讲了 你这样用心呢 怎么你送他 怎么你没有人唱给我 这样子OK Oh my god OK好了我就特地学了韩语 去唱这首歌这样子 OK 这首歌本身 没有什么意义的啦 OK 只是我很喜欢这首歌 就是I U的U&I OK OK 你就听啦 这样子啦 OK 我没有办法Live 因为真的是太难了 OK 好来啊 来听一下 真的很难这首歌 我会跟着你一起 很熟啊 没有啦 我就有卡 OK 一段而已 потому 恶惑 不错啊 aç nä стол ok 我 ah p �� P Alors 好 王 regimes 我和你一切都不成 我和你一切都不成 但我和你一切都不成 我和你一切都不成 這裡的動輪,你心臉吧 你來帶我去 我一定會死了 我會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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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死了 我現在不想知道 你會死了 我會死了 但我會死了 我在未來的 好美喔 再叫我 不然 你這麼好 要也有 這件件的 我不會 絕對 想不及 我不會 愛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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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有一个comment 我觉得是很好笑 就是他讲他原本听得懂韩语的 可是他已经听不懂我在唱什么了 讲真的跟我自己录出来的 感觉是很像的 可是我的汉语比较准一点 因为我一直听 这样子其实真的还蛮不错 还有自己录合音 是很用心 谢谢 Oh my god 很吓到 Oh my god 还讲要整我 结果这样好的 肯你了啊刚才 OK Kenneth的就过了 现在到我了 大家都知道我们三个里面 其实Kenneth跟薇薇是很会唱歌的 其实我的声音不是那么好 可是今天我还是选择唱歌 可是我唱的是一首生日歌 凡而赛 因为刚才薇薇唱生日歌 实在唱得太好了 那我今天除了唱生日歌 我还有配一个 大家都知道 发宝 新发宝 是这个 空灵鼓 那等一下呢 我就会以比较 搞怪的一个方式 OK 唱我的生日 我的版本的生日歌给薇薇 那再配合我的这个空灵鼓 我希望我不会打错啦 OK 那薇薇你就 专心听 希望在网上的人 大家给我鼓励 好 好准备 我要把我的耳机拿掉 勘励 听到齁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弹幕刷起来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WOW HAPPY BOTH DAY CHU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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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TUHU TUHU SAYE NAYA TU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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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樂拜拜 這首生日歌還唱過我剛才那首韓國歌 這首生日歌還唱過你的歌 跟我唱生日歌加起來 什麼啊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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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剛才耳機啊 所以哦真的是做我的齁 你們一早早有準備 就很厲害哦 然後我這last meter就只能清唱 然後什麼鬼都沒有準備就很dry 是不是 是講的嘛你生日嘛 生日還要準備嗎生日不用準備東西了 對 好那我們這邊幫你慶祝的環節 就到這裡了 那我們現在就來聽我們 RAE的第五首歌 最後一首歌啦 可是我們最後其實一個小bonus 大家千萬不要聽完就走哦 真的真的真的 是最後一首歌呢就是 《深深周深的繁星璀璨的天空》 那為什麼選這首歌呢 聽說它也是最近中秋的一首歌 那我記得之前 深深出道七周年 我寫了一篇文章嘛 最後一句其實就是提到這個 繁星璀璨的天空 可是還沒有聽過 那我就看到它有新的 一個歌 新唱的一個版本 那我就很想聽一下這首歌 到底是怎麼樣的 我們現在就來聽一聽這一首 繁星璀璨的 希望今天晚上是一個繁星璀璨的天空 好 一刻刻刻繁星 倒映著一個個身影 點燃自己的生命 去引爆夜的光明 心目中一個個夢境 保存著一份份深情 掀出自己的熱血 去掌握未來的黎明 看向繁星璀璨的天空 好 那份理想依然閃爍在藏牆 好 歷經百年窗 真山河末 今日一粒東方的輕鬆 對後一份份目色 映像浪濤挽湧的寒冷 我不懂做某一隻雞皮疙瘩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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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ex開始 啊 我去做某一隻雞皮疙瘩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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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雞皮疙瘩耶 如果你去做某一隻雞皮疙瘩耶 我去做某一隻雞皮疙瘩耶 你去做某一隻雞皮疙瘩耶 你去做某一隻雞皮疙瘩耶 今日一粒东方的轻松 背后已纷纷捕送 云香浪淘涌的寒冬 那份信仰始终汹涌在心中 不问千古绝成红美颂 来日邻里东方的长红 曾经一重重牺牲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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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 哇就这样排出来耶 我就正想问他是Live的吗 因为他又带那个麦 可是整个有像MV这样子 所以他是Live的啦 是吗 Live的 哇好神耶 厉害哦 很厉害哦这个技术 太强大了 应该是projection来的 他不是绿幕来的 他就是project上去 可是他又有穿太空服哦 是剪上去的吗 可能是剪接吧 剪上去哦 剪上去哦应该 应该是不懂 我刚才听到感动的 一跳出来是这样的 我直接跳出来惊讶 可是我还是很感动啦 我觉得哇好温暖好感人哦 这首歌好好听哦 我太迟来听这首歌了 我觉得好好听 当然这个应该是最新Live的一个版本啦 我不懂原版是怎样的 所以很多声明好像有写的说 他是像什么航空员他们致敬的一首歌曲 然后我就觉得是咯 这些真的是好伟大 有很多发明家他们其实好伟大 然后让我们的生活越变越近 生活越变越好 然后深深的声音 第一次chorus我就鸡皮疙瘩了 我不懂为什么 然后一直麻到我的头了 我整个人就好温暖啊 我就觉得啊 感觉到我的头上已经很多星星了 我就一直在那个温暖的过程里面 如果是深深的现场演唱会 我们一直讲我们要去 大家都讲我们抢不到票 OK 如果是他演唱会唱这首歌 我就是拿着那个灯有没有 然后跟着全场几万人一起这样子摇那个 我觉得哇那个感觉 然后他的 他的音唱哦 呃 真的很嫌弃 然后很 我不懂啊 我听完了我就很舒服了 我就觉得很好听就对了 很好听的一首歌 yes 我是觉得今天我们react了两首周深的歌 都是我们最近react周深的歌来 是最好听的 我自己觉得啦 我不是讲其他歌不好听 可是这两首歌我会觉得 哇好温暖啊 好感动啊 虽然他的其他歌也很温暖也很感动啊 只是今天我们听这两首歌 我觉得特别容易有感触 可能也要配合这个他在季节下 然后他唱的这些歌啦 刚好前面那个客家的跟这一首 我都觉得他一到chorus的时候 这两首歌都有同样的魅力啊 就一到chorus 哇 马上达到心里的那种感觉 然后就来了 我也是一直在 一直在鸡皮疙瘩了 然后刚才comment也是有人提到 其实是录播的 刚才那个不是live的 就可能 我觉得是有捡起来啦 有一些可能真的有唱 有一些是录的捡起来 变成一个完整的表演 这样子 至于演唱会抢不抢到票 我觉得是可能有点难啦 不过去不去到中国再讲啦 不要讲抢票 不要讲抢票啦 如果我们去到 我们也抢不到这样子 OK 不过我相信如果我们去到 应该很应该有人会很爱以黑 这样子OK 就是让票给我们这样 没有咯 没有人会理你的 没有人理我们的 他会留给他们自己 这件事是谁 竞争对手 我们变成竞争对手 OK 阿威呢 阿威呢 呃 其实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很很死人的感情啊 呃 其实我 活到这种年龄啦 29岁啦 对我来讲 我觉得生日是一个很普通的事情啊 没什么特别的 可是我突然间觉得今天的生日哦 很特别很 特别感动跟开心啊 因为有我们嘛 哈哈哈 我觉得很多因素啦 第一在疫情间 在家过生日 在网上跟大家过生日 跟那么多人一起过生日 所以刚才听着生生 唱这首歌的时候 那个音乐跟他的声音 我其实没有怎么注意那个歌词了 已经那个氛围哦 我觉得很适合在 在生日上面唱啊 很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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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亮啊 然后我看过去 大家的chat里面哦 全部是星星来的 就星星下雨的感觉 一直下星 下了很久 哇那个 那个感觉很温暖 很感动 很温馨 我觉得这一年的生日 我难忘 我很喜欢 因为真的 这几年来的生日哦 就很普通啊 就算有朋友庆祝 就真的是 是一个可以跟大家见面 的一个机会的 OK 对我来讲 生日已经变成是哦 你的生日好 我们就可以拿这个机会 来见面聊天润 这样子哦 可是今年我觉得很有意义啦 OK 可以跟 接近300位 可以跟你们在线上 然后呃 做那么特别的一个生日 呃 一个直播 这样子呃 呃 这个生日我 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这样子 谢谢大家 嗯 嗯 其实你你突然间感兴起来 我是想到说 我们三间课 其实做了这大半年 其实特别是最近吧 这这一两个月我们也好像 真是面对到前所未有 我们没有遇过的一些事情 因为我们不常就就没有试过 把自己这样搬在呃呃 呃 网络上 OK 变成所谓可能很多人都认识的呃 马来西亚三间课 那我我其实非常感动的地方是 一直有很多人支持我们 support我们 然后给我们很多很多的鼓励也好 方向也好呃 呃教我们怎么怎么样应对的 我觉得这一些你们所做的事情 其实远远超越了可能 我们所做的东西 因为我是觉得 其实我们就只是react 影片放上来 对 却可以得到这么多人来支持我们来 你看有两百多个 将近三百人陪我们在这边 看我们做东西 我是觉得真的很感动 所以我其实放这首歌 放最后我也是觉得说 这首繁星璀璨的天空 应该就是一首温馨的歌曲 我是特地把它放在最后 希望说这一个呃 夜晚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的 是 因为而且而且我们 刚才有提到我们这半大半年吧 差不多将近一年的时间 然后也在前一阵子前几天 然后我们的YouTube就破万了那个订阅 这样子 就是一开始我们讲 我们要破万 我们破百千 破百万 当然我们是开玩笑 那时候没有想到 真的会有破万的一天 这样子 因为真的像可能像Milo讲的 我们就是react啊 然后讲讲话 这样子然后突然间就有一群人 就是可能很喜欢我们做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平时其实我们的工作 就是戏剧老师 就是一直在跟学生分享 一直在跟很多人分享东西 然后其实这个机会也是我们也可以用 我们喜欢的作品 喜欢的音乐跟大家分享 然后不知不觉的又变成说 我们跟我们把我们的生活跟大家分享 然后不知不觉的还要跟大家一起过神热 这样子 其实是我们没有 一开始没有想要这样子做 我们一开始就是react 我们就纯粹喜欢react 所以变成一个这样子的 一个这样子的大环境 我也是觉得是 也是像Milo讲的很 很谢谢大家咯 我觉得两百多个人一起看直播 看三个男人讲音乐 是很神奇的 懂吗 因为通常看直播都是看美女唱歌 看帅哥唱歌 看人家卖鱼之类的 OK 对吧 就很少会看三个人 就是我们是很认真的开歌听歌 这样子 然后我们去做这些事情 然后真的是谢谢大家的支持 OK也不用担心 反正我们下一个月的直播 20多天购就会到了 因为21天购又是Milo的生日了 然后再21天购又到我的生日了 然后我们会连续三个月跟大家 见面这样子 CocoQ说的好 现在我们是朋友咯 对啊 我们就是真的是 我觉得真的是觉得有一些人已经是 变成了我们的朋友了 是的 他们每天 Discord 我们在Discord里面 每一天都在里面 卡929 每天都在卡 OK卡到 每天早上我都看到这个人的名字 好像不用睡觉这样子 OK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从一个 我们做节目给观众看 然后慢慢变成跟大家交流 然后跟大家变成朋友 我也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很好的缘分来的 希望说这个缘分可以继续的 叫我延伸下去 这样子了 那来到最后的最后呢 其实我们一个小 bonus 作为我们今天这个直播的最后一首歌吧 OK 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 我这个空灵鼓吗 刚才我打了一下 那其实我一直在努力的在学 那我就好像放过两次 我打这个大鱼上去的 那其实还有一首的 就是也是大鱼 可是是有那个深深的那个音乐 音乐放进来 有伴奏哦 有伴奏的 OK 我打了一个比较长的版本 那可是因为我有谱 那个谱只有旋律 就是有唱歌词的才有谱 那前面锅门跟后面鱼尾巴是没有谱的 反耳塞啊 反耳塞啊 没有我没有反耳塞 然后我就自己去编了一些很简单 不是反耳塞 就编了一些很简单的 去conplete掉这一首歌曲 这样子 那就也给大家 因为我就不要特别又放出去 放一个影片吧 不需要我就觉得 就放来我们的直播的live 然后就给大家看一看 我又在进不了的一些小成品 这样子咯 也当作送给WetWet 一条大鱼这样吧 等下啊 我再做一个小报告这样子啊 OK 所以如果你错过了我们前面的部分 这个直播过后会变成影片 你可以看回去的 OK so if you guys missed out our reaction towards Dimash you can actually check our this this video back all right it will be available after the stream you can scroll back to the part where we watch Dimash and 当然也就在呼吁大家一起加入我们的discord 它其实是一个app来的 一个交流的app 你进来过后呢 你有很多歌手的交流区 你可以跟喜欢那个歌手的那一些粉丝们一起交流 OK so guys try to join our discord OK and we'll have conversations all right and interactions with of your favorite singers in discord all right with us or with other members over there all right 是 所以我们没有直播卖鱼 可是有直播巧大鱼 祝阿蕾如鱼得水 年年有鱼 鱼鱼 鱼鱼热上 多年 OK 我们先来听了 听完我们就跟大家讲拜拜晚安了 OK 好啦 来了 看麦洛表演 指教指教 来 就没有看他戴眼镜的样子 而且很严肃 是 就没有看他戴眼镜 我很有戏的 哈哈 好 啊 啊 呜 好 啊 啊 啊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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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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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是我我我也是觉得自己进步了 所以我才敢放上来 哈哈哈哈 我其实NG了蛮多吃的 因为你错一个音 我要从头来过 所以其实是大概录了 看有七八次吧 我想到都累了 是哈哈哈哈 好啦我们啊 Kenneth你做结束吧 是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里 今天呢是我们最顺利的一次的直播 可以完全没有卡 没有没有拖慢 那些拖我生日的这个服务啊 没有没有认他的问题 我只是太开心了 OK因为是所有的技术都在我这边啦 所以大家会看到我没有介绍歌 因为我 你们会看到我眼睛一直都在很奇怪的地方 因为我这走看就看 看所有东西是不是顺利的这样子 OK今天是非常顺利这样子啦 然后明天呢 基本上多一个小时半这样子 就是Webback的生日啦 你们可以去刷爆他的IG这样子 OK然后去跟他讲生日快乐 这样子也可以在等下这个stream下面的comment 也是留言给Webback 让他知道生日快乐这样子 我们两个也跟他讲了太多次生日快乐了 我们也帮他庆祝生日了 所以我们也不用多讲了啦 这样子OK 该生活礼物送了 明天大家一定要看很好笑的Webback 给我们走 明天早上10点马来西亚时间 大家要去看OK 就是我们怎样去帮Webback庆祝生日这样子 OK 大家不用担心明天的 明天的12点 明天吃蛋糕 明天的12点还是有周深的周的 OK我们还在进行当中 对对对对 我们不会skip的这样子 OK 好然后我们这个的录播呢 也会在Bilibili上的 应该是明天后天吧 OK 因为没有太大问题 所以明天后天就可以上了 太棒了这样子 OK 谢谢大家 OK 差不多300个人陪我们 聊了一个小时半的时间这样子 OK 那我们下一次就是 麦洛生日的直播 我们就再见咯 这样子咯 OK 好我们跟大家讲拜拜啦 谢谢大家 拜拜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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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拜拜 晚晚的爱